愿主与你们同在,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攻读圣若望福音,主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,父怎样爱了我,我也怎样爱了你们。 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内,如果你们遵守了我的命令,便是在我的爱中生活。 如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,而在他的爱中生活一样。 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,为使我的喜乐也成为你们的喜乐,使你们的喜乐完美无缺。 这就是我的命令,你们要彼此相爱,就像我爱了你们一样。 人如果肯为朋友舍命,这应该是人间最伟大的爱了。 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命令你们的,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 我不再称你们为外邦人了,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 我称你们为朋友,我称你们为朋友,因为我从我的父所听来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。 不是你们卷选了我,而是我卷选了你们,并且派遣你们去据果实,就是皆长存的果实。 这样,你们因我的名,无论向父求求什么,他必定赐给你们。 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,你们要彼此相爱。 这是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赐给你。 今天的读经,我们听到天主是爱,我们必须要听耶稣的命令,彼此相爱。 所以呢,今天让我们来讲一个主题,就是要爱。 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吗? 我们懂得要如何去爱,彼此相爱吗? 很多时候,我们看了许多爱情故事,是不是? 穷瑶的小说有没有看过,还有秦凯伦啊,这些言情小说。 所以呢,脑海里头充斥着这些世俗的,对爱情的那种观念。 很多时候呢,跟我们的圣经里头,跟耶稣所教导的爱呢,是相左的,是不一样的。 我们看一看,我们一般世俗的,我们的爱情是什么样。 很多时候,你会听到一般的男女,会告诉彼此的说, 我爱你,因为你长得漂亮,男才女貌。 或者是呢,这个丈夫很能干,她很顾家,于是呢,我很爱你,嫁给你呢,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,可以这样子讲。 所以,你很顾家,顾孩子,等等,等等。 其实,很多时候,你会发现到,这样子的爱情,其实是很自私的。 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,我们还是无法跳出这样子的框框,还是无法忘我的,去爱一个人,像耶稣这样子的去爱。 那很多时候呢,我们还会发现到呢,他们讲说,心动不如行动。 一种呢,是一个心的层面,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,很多时候是内心的一个激动,一个情绪而已。 当一个男生遇到一个女生,他内心充满了喜悦,于是呢,他坠入了爱河。 那个只是一时的感动,一时的情绪。 那我们知道,我们是无法靠情绪来维持婚姻或者是爱情的,是不是? 结了婚的,在座的各位,也许你们会说,神父你没结过婚,你凭什么来教我们如何去爱,如何去过婚姻生活呢? 但是呢,我们知道,这样子的情绪呢,过了一阵子就一去不复返了。 那真正的爱情,真正的婚姻呢,是要用行动来表示的。 比如说呢,做丈夫的,你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去工作,去付出,去努力。 这就是爱的一个行动。 那当内心的一些感受呢,那当内心的一些感受呢,渐渐的冷却下来的时候呢,爱是一个行动。 爱是一个选择。 你还选择去爱,去维持这份家,这一段感情的时候。 当感觉都没有的时候呢,这才是爱情的开始。 所以呢,不要轻易的去告诉你的另一半,我爱你。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付出的一些什么样的代价。 那我们看一看,天主的爱是怎么样的。 在读经一,我们读到的是,他说天主呢,是义势同仁的。 天主代人都是义势同仁,无论哪个民族,只要理行他,敬畏他,理行正义的人呢,天主都喜欢。 以示呢,那个圣神就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,不论他们是犹太人,受过歌损礼的,或者是外邦人都好,义势同仁。 那我们的爱也必须像天父的爱那样义势同仁。 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? 他说,你必须要像天父那样的成全,因为他让太阳升起光照义人,也光照不义的人。 同样的降雨给好人,也跟给坏人是一样的。 那我们呢,我们人对其他人的爱呢,是有讲条件的,是不是? 即使我们说做父母的,能不能够亦视同仁,你的孩子你全都一样的,100%的爱他们,无条件的呢? 很多时候没有,我们做不到,也许其中有一个孩子呢,比较聪明,在学业上呢,突飞猛进,名列前茅,为这个家争取到许多的荣耀,还是什么的。 所以,父母亲很可能就会比较宠爱这些孩子,但是不是这样子的,我们的天主,他是亦视同仁的,不理你是谁,不理你的条件如何呢? 天父都一样的爱我们,即使是条件比较不好的,都一视同仁,我们的天父是大公无私的。 以是呢,我们必须要成全,也必须要像天父那样子,来爱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,包括我们的自己的孩子,我们的父母亲一样,都要完完全全的彼此相爱。 所以呢,这样子的爱情,容易不容易,是非常困难的。 而是呢,在福音里头,我们看到呢,这是一道命令。 耶稣如果是容易的话呢,就不会命令我们做一些事情。 所以呢,这个爱情,这个爱彼此相爱呢,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,那种情绪的那种,那种感觉的那种一时的冲动。 而是,我们彼此做出的选择,而彼此相爱,我们遵照耶稣的命令,来这样子的活出天主对我们的大爱。 那呢,在读经一,我们也读经二,我们也看到了天主说呢,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,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。 即使是在我们人,还是败坏,还是充满罪恶的时候呢,天主已经爱了我们,赐给我们他的儿子,以他的死亡,以他的血跟他的肉呢,而救赎了我们。 在我们,在我们还是不该被爱的时候,我们天父已经这样子爱了我们。 同样的,我们的爱情也必须要像这样子,天父的那种,舍弃的那种,牺牲大爱。 在下个礼拜,我们将会庆祝母亲节。 很多时候,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头看到的母亲,是一个非常充满着牺牲的一个人物。 怎么说呢? 有些人说,在家里头,母亲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的一个成员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其他的成员吃剩的那些,不要吃的那些食物呢,母亲是一个垃圾桶,都全盘接受了孩子。 所以母亲每次看到吃剩的那些食物呢,觉得很可惜,就会说,我喜欢吃,这个东西留给我吃。 所以,这样子的一个牺牺牲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。 所以,我们神父预祝母亲节快乐,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学习到这样子的牺牲的爱情。 我们的天父已经爱了我们,派遣自己的儿子,他的独生子呢,在我们还是充满着罪恶的时候呢,已经救赎了我们,成为了赎罪祭。 于是呢,今天在耶稣的最后晚餐,他离世之前呢,下了一道命令,你们必须要彼此相爱,正如我父爱了你们一样。